是 我是偷了你的银子 烧了你的铺子 可我也是被人利用了 这一切 都是有人主使的 叔 是谁 谁啊 你没想到吧 我还活着 你说 到底你背后指使那个人 是谁 我背后主使之人 就是 刘婉儿 孙永泉 你放了 你竟然血口奔人 我怎么得罪你呢 让你在我头上扣使盆子 老爷 他胡说八道 他都是编的你别信他 都全是胡说八道 再无品的查理下毒 毒 毒死无品 难道也是我编的吗 你胡说 他一个女流之辈 平日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怎会指使你 做这等物我出事 下毒的人是你 是你下毒害死了无品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嫂 大嫂 因为无品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 因为无品 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 就是为了这个 他为什么要无限周莹和王世军有奸情 也是因为周莹 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 前几天 二爷要查账 他实在是找不到办法杀二爷 所以就让我把三元典当行 一烧了之 到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吗 你不是说没有我你活不下去吗 你害了我 你又能得到什么 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苦苦等你 帮你弄钱 我 我为了你干尽了坏事 可是你呢 你 送我毒酒 卖通三手帮的人要我的人头 你们俩这是说啥呢 他本来就是我的 我们本已经私定终身 可是你仗着吴家有钱 把他抢走了 你知道吗 这些年 他一直说要跟我走 所以 所以我才死心塌地地守着他 对他言听计从 他说的都是真的 是你 是你 所使他贪污三元典当行的银子 是你 只使他一把火烧了典当行 是你 杀死了无骗 你 是你 你俩是不是有奸情 是不是商量着要私奔 老爷 我不是没的 我不是还在这儿吗 从澄清的第一天开始 从澄清的第一天开始 你就骗我 这么多年了 娃都震大了 你都在骗我 到刚才你都在骗我 那有没有 那有没有 可我居然为了你 居然造反 扛法 我 三爹 三爹 三哥 三哥 爹 大爷